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会儿才4100 就是标普啊 在4160点嘛 现在这一段时间呢 它不又往上涨了吗 我们大家可以看 前一段呢不是比这低一个格吗 现在不又往上窜了窜 所以说呢 这块呢咱们就得再多打出了点距离 而且呢 昨天呀 由于知道今天有这个联储的这个讲话 所以呢 市场在上午昨天涨得还算不错 就是还横住了 但是从中午之后呢 基本上就成交量急剧萎缩 然后也没有 就是SPY呀 交易根本就没有超过这个 不迁 在这种情况下呢 市场的应该是在等这个话 就是这是从大盘上而言 市场是在等这个联储的这个讲话 看看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美国好像是有点热 啊 就是整个这个经济啊 和复苏的预期啊 都打的比较满 这块呢 打的比较满啊 这预期呢 期望值比较高 掉下来说 要真是往下掉的时候呢 摔的就比较狠 那到底会不会掉下来呢 这咱谁说了也不算啊 老包头说了算 他如果不想往下掉 就再继续像以前似的啊 获齐尼 标普呢 就能在这块横入啊 就能在这块横入 只要他能够靠时间 把这个给消化了 那也行 如果他今天稍微表现的 强硬一点 啊 都不用强硬 其实啊 就稍微表现的不搁一点 就说我这个 搁牌不搁了 我也不说硬 我也不说软 我估计啊 这样的情况 就得往下调个5%左右 啊 3%到5 应该问题不大 如果他要是稍微说一点 这个 刺痛神经的话 那就得10% 5%到10啊 这么一个空间 那有的人又认为呢 说是要跌20% 我看不到这个10%以上啊 就是我觉得调整 在这个范围之内 应该是 可能会出现的 但是你说在这个位置上 有修正 毕竟现在 整个经济数据 都非常向好 修正 暂时 我是看不到 有这么大的空间 这是从大事上来说 那么咱们昨天呢 给大家呢 留了一个口子 啊 我说了这个 Microsoft 我就不说了 大家对他的研究呢 肯定是比我要多 JP Morgan呢 咱们昨天说了 落了一个这个 艾伯维啊 就是艾伯维 这个ABBV 他是干嘛的呢 昨天就有朋友问了 啊 其实您在这个网上一查就知道 他就是一个 做生物制药的 呃 跟这个什么没有关系啊 跟咱们这个新冠没有关系 他跟这个新冠一点关系都没有 新冠这事呢 我觉得呢 呃 打完什么疫苗啊 之类的 慢慢慢慢的呢 早晚有一天 他会过去 现在呢 张文宏 就是咱们这个国内的这个 流行病学专家 就说呢 这事呢 可能得 呃 五年 十年来计算 反正CDC啊 现在说是 甭管他五年十年 反正你们都打疫苗啊 该开放得开放 要不然的话 老这么着疯着也不行 呃 从总体上来看的CDC的指引 我们可以看啊 他上的也明确说了 三年之内也指着这消失 几乎不太可能 啊 那么 对于整个这块的疫苗的期望呢 估计现在啊 昨天大家可以看 整个生物制药类的股票 就跟疫苗相关的 涨得都比较好啊 前一段跟大家说过的 那个诺沃瓦斯克 还有 还有很多人说是 是不是在高位了 我说应该不会啊 还应该有波的冲击 昨天涨得还不错 啊 我们大家可以看啊 昨天他因为涨的那个 比较多啊 打的就比较满了 今天盘前呢 跌了1% 像这么大块头的啊 能够涨百分之 就是两位数以上正常 百分之十五以上了都啊 昨天涨百分之十六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呃 大家要说到这个位置之后 他还能不能上涨呢 我觉得呢 可以 但是呢 不能说是 再像昨天是蹭蹭的 这样往上拔 我估计是够呛了 啊 应该是小碎步了 而且呢 中间可能会有涨涨跌跌 慢慢慢慢 震荡向上 是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票 跟这个新冠啊 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是干嘛的呢 他是 治泪风失 关节而言的 呃 这块呢 大家都知道啊 中国原来有一个就 虎骨酒 同仁堂的 对吧 呃 是治风失应关节和累风失的 呃 后来呢 由于咱们国家不把这个老虎 列为这个一级保护动物了 这个这个虎骨酒呢 据说啊 现在 还有 但是呢 咱们是 吃 吃不到这个东西的啊 喝不到这个虎骨酒呢 就真的虎骨酒 现在都是人造虎骨 人造虎骨呢 就再说了 那到底药效怎么样呢 反正我估计得打 这折扣还不得打一半 但是呢 就是 真的虎骨酒 据说还有啊 可能是领导人级别的能喝着 咱们是没气 呃 但是呢 对于生物这一块啊 生物之药这一块 还是有所发展的 通过 化学药剂的合成 艾伯卫呢 它现在的主打的产品 就是 治疗 雷风湿 关节的 然后还有一个科罗恩病 科罗恩病呢 可能有的朋友不知道 那如果要不是在这个医学界 这块呢 我以前呢 呃很很小的时候就听过 那会儿那个还在军队的 啊 正好一战友 整天的呢 闹这个急性肠炎 后来呢 查出来了科罗恩病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 呃 据说呢 他也是一个免疫类的疾病 就当时啊 也不清楚 诱发的呢 就是 可能是肠羹组 对 直肌观的表现 就是肠胃炎 就是你看他 跟肠胃炎没有区别 但是 实际上他不是肠胃炎 他是一种免疫性的疾病 哎 而且这种免疫性的疾病啊 经常会 诱发呢 肠羹组 因为呢 经常会诱发的 就是你看他那个肚子 一旦 一般的我们发炎就是疼 他不是一下肚子就跟硬的 跟那个石头似的 你摁着都能感觉出来 这是我亲自经历过的 后来就是在那个时候 我第一次听说 什么叫 科罗恩病 啊 这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第三个 他的主打产品 就是治疗饼肝的 饼形肝炎 饼形肝炎呢 跟这个甲肝和乙肝不太一样 饼形肝炎主要是免疫性的疾病 这块呢 基本上跟 就是大家一听免疫性的 你就可以往艾滋病那儿去想起 就跟这类的差不多 第四个呢 呃 子宫内膜异味 这属于他其他类的药物 他属于多产品线经营 跟咱们前面这三个不太一样 前面这三个 都是跟 自身免疫系统有关系的 这块我给大家列出来了 他的主打产品 这是注入这个 类风湿性关节的啊 就是这个 科米罗 呃 针对 就是免疫性的疾病 如类风湿 还有营销关节而言 这种关节而言 大家注意啊 不是说是 由于什么 那个关节囊当中的这些 润滑液少了 呃 造成了关节而言 他不是 他是一种免疫性的疾病 就无冬立下的 可能都会跟着你 啊 当然了 如果你要遇上这个 天冷啊 潮湿的时候 会更加严重 那么为什么咱们要说 这个公司呢 我认为这个公司 有以下三个优势 第一个是多产品线 收入呢 稳定增长 咱们刚才是看见了啊 他虽然都是免疫 但是针对的 类型呢 还不同 这款产品是一个 针对的 是综合性的 免疫类药 就是说 本身啊 他是制类风湿的 但是呢 你说这个 对这个饼干有没有用呢 他有一种 抑制作用 就是控制的作用 这块不是我瞎说的 我特意还问了问人家 我怕我自己说错了 第二 是研发出 新的免疫学药物 为什么 他要研发这个 新的免疫学药物呢 大家注意 就咱们刚才说的 这款主打产品 他在 这个专利 在2023年 就要到期了 他现在能够 保持稳定的 收入增长 就是他所谓的 用这个 SkyRays 来代替了这个 他没说 慢慢的 慢慢的 他就要把这个 进行代替 相当于是一个 药物的迭代 而这种药物的迭代呢 呃 我觉得呢 对于 本身的这个 抗药性啊 也好 还是对于本身的 这个人的副作用 肯定是 就是有所 改变的 呃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认为呢 由于这种 产品的迭代 很有可能啊 即使 有这个 老药的存在 但是新药呢 对于 一些 呃 中 产阶级以上的人 可能更具吸引力 毕竟 这个人活着 他不是说 能活下来就行 痛苦越少 有质量的活着 才是关键 对吧 那我有时候就 就跟我太太说 我说 假如有一天 我真是那什么 我真是 啊 要是 弹了弦子了 说是这个玩意 这个 跟植物人似的 不是 你也不用考虑别的啊 我的 我先给你写好了 你就给我打一针 安乐死了 那还不如死了呢 啊 那真的 活着还不如死了呢 呃 对于 这一类的药物 新的迭代 啊 他能够起到作用 可能不像我 刚才说的这么 呃 跨 跨 跨的这么厉害 但是呢 肯定是对人的痛苦 要减轻很多 而且呢 他近期呢 收购完成了 二件 就是Elegant 这个二件呢 是一个生产商 在前期的话 他往下有一个 小幅的回调 主要是因为这个收购 因为收购就花钱嘛 花钱之后 这个呃 他的现金就少了吧 哎 所以说他有一个 小幅的下跌 但是呢 现在收购已经完成了 我觉得呢 这会给他 带来一个长期的收益 呃 大家可以看这啊 这不是有一个这个 挑空往下走吗 这块就是他收购了那块 啊 后来呢 又是稳步向上 因为总体上来说啊 对于这样的公司 我觉得 在他回调之后啊 因为咱们刚才说了 说近期可能还会有回调 在他回调之后 就是我们一个相对好的 介入的机会 那么我对这家公司的个人观点 就是我认为啊 就治疗免疫类的药物 嗯 跟其他药物不太一样 他就基本上跟吸毒似的 都是呢 终身服药 并且呢 护城河特别深 而且这种终身服药呢 为什么他这块有迭代呢 就是要么你逐渐的增大药剂量 啊 要么呢 你可能就是要有这个迭代的药物 来出现 来增强他的药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专利到期 是一个隐含的风险 但是呢 我认为啊 即就算他2023年到了 由于药物的迭代 他也能够保持一个很深的护城河 而且呢 会有很多人用到新的迭代药物 就是依然有专利权的这个药物 同时呢 现在距离2023年呢 还有18个月以上的时间 他的收益呢 应当还没有完全的打到股价当中 啊 这块直接写了 Price in股价当中 所以我认为 一旦他有一个小幅的回调 我们是一个比较好的介入机会 同时呢 为什么我认为他是一个 没有完全打到股价当中呢 把这些预期 我们可以做同行业对比 从目前生物制药企业来看 就是跟他同类的啊 基本上 适应率呢 都是在23倍 而他的远期 适应率 也就是根据他的前瞻 大家不要看他现在了 他现在的滚动适应率 是这个40 但是根据他的前瞻指引来说 算出他的远期适应率的话 他现在呢 也就是11倍左右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呢 他还有很长的成长空间 而我刚才也跟大家说了 他现在的 呃 极其或者滚动适应率 是比较高的 我们要等待他一个回调 回调的范围呢 我觉得他靠近 105啊 到100 这个位置 就靠近105的这个位置说 就是一个我们非常好的介入 时机 当然了 以上观点 都是纯属个人的见解 您也可以持有不同意见 并且呢 投资的时候 请您自己来把握 入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我的这些观点呢 不构成任何的建议 那么咱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您订阅 点赞加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